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陈庚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,一生做出了很多辉煌的功绩,是一位传奇将军,190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,陈庚是个有能力的人,所以蒋介石当初对他也是相当的判重。 而且有一次在战斗当中,陈庚还将遇到危险的蒋介石给救了出来,背着他走了一晚上,最后杀出险境,才保住了老蒋的命。 所以对于这个救命恩人,老蒋还是很想留住的,只不过二人思想观念不同,所以陈庚最后加入了红军,但是老蒋一直想着将陈庚给拉拢为难。 所以那次在上海养伤时,陈庚就被老蒋的人给抓了,可毕竟也是昔日的救命恩人,所以老蒋倒也没有过多为难,就将人放了。 且不说陈庚打起仗了,十分英雄过人,脾气也是大得很,就算是面对毛主席时,那也是很有性格低。 比如那次解放战争中,为了保护延安,主席就将处于一线战场的陈庚给调了回来,这下子可是惹到了陈庚,心里一百个不爽,意见特别大。 跟主席生了好几天的闷气,最后还是主席急言另一次,跟他讲明白了其中的道理,这才让他不再那疼。 但是火爆脾气的陈庚面对其他人时很厉害,可就是碰到他的老领导时不敢放肆,每一次都规规矩矩的,因为此前陈庚在战场上打仗时很随意,所以彭德怀没少给他上思想教育课,而且彭德怀也是有脾气的。 所以陈庚在老领导面前总是会乖乖的不惹事,性格爽朗的陈庚大将一生都很随意,经常会跟别人开玩笑,所以在军队里十分受人欢迎,在部队时这样在家里也是如此。 那天陈庚授贤回到家后,女儿问他得了个什么关,陈庚随口就说,是麻将,由此可见陈庚将军的幽默无处不在,淡薄名利的他心中从来没有自己,只有老百姓,不愧是人们最爱的民族英雄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